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有一支气管插管冲锋队 我的90后同事魏里群就是其中一员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插管时患者的体液喷溅对冲锋队员形成了很高的感染风险 气管插管队成立十天魏里群和队友们已经成功完成了五十多例气管插管操作 今年情人节魏里群的情书被登在了报纸上 信中说他们夫妻的第一次约会就在武汉的黄鹤楼 这十分情书但字里行间却有些伤感 就在魏里群写信的前一天 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突然出现了严正风暴的线照 病床旁的魏里群迅速开展插管急救 但这位病人的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没了心跳 病人这个病情进展的太快了就去世了 我们进行了这个气管插管 然后心肺复苏 还有肾上腺素的食用 还有激素这类药物的食用 但是没有把病人 但是病人还是去世了 从病房出来后 魏里群一直紧紧攥着拳头 病人心跳停止后 他和同事们又继续抢救了一个多小时 但依旧无力回天 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将 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如此迅猛凶险的病情发展 大山崩于前 那面不改色的没有几个 第一次看到了 不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 看到还是会很难过 因为他有父母 我今天那表现还非常不错的 我知道你尽力了 我们在监视上我们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你们的操作 一直在看你们 没有任何问题 我相信你这一次救援回去之后 你变得比谁都坚强 多保重 我们都看好你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结婚生子后 魏力群更加明白 每一个生命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 只有拼尽全力拯救每一个冰死的生命 作为医者的我们 才能够死生无憾 对魏力群而言 那不是承受不住打击而流下的泪水 他的眼泪里 有医者的人心和年轻不服输的倔强 好了 三个与眼泪有关的故事 我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 让我们摘下口罩 再去武大 看一次樱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